剛剛我們討論一個多小時 我們就知道韓國瑜 韓市長就是現在人氣最旺的人 民進黨就是把他 視為頭號的敵人 不然不會在這麼無聊的事情上面 一直找他的麻煩 怎麼你沒有講中華民國 一開始說你沒有講 後來人家在記者會之後講了 然後又說我不能確保 劉潔儀有沒有聽到 這種無聊透頂的事情 就讓人家覺得大驚小怪 就讓人家覺得沒事找事 為什麼這樣 我們以前我們選舉過都知道 選舉的時候一定要下市對上市 我一定要找一個人氣最旺的打他 我才會有板面 下市對上市 你說蔡總統對韓國瑜 是下市對上市 當然是 蔡現在已經很下市 他被賴整個蓋過去 所以他不會去打別人 他就不會來打我 他一定會去打蔡英文 你真的想太多了 他一定會打韓國瑜 他才有板面 民調落後 民調落後很多 所以就一直見鋒 他至少也是要打蔣萬安 蔡英文 你如果打蔣萬安 沒有 打蔣萬安都有板面 2024才會得到他 對 搞不好比較有板面 所以這個太明顯了 他們就是現在已經是 韓市長為頭號敵人 但我覺得 剛剛我一直很想插一句話 我是覺得 他們一直把韓市長當作敵人 也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招式可不可以用新一點的 不要一直用這種老招 模紅 我特別去找了一個資料 很快的秀一下 你看這個是106年的時候 中共國民黨 因為中共十九大 發了一個賀電 然後結果有什麼問題 民進黨居然找了一個問題 所以你看下面106年 跨湖2017 10月17號 我們這樣看應該大家看不出 有什麼問題 沒有民國 對 這個委員都知道他們的邏輯 政治敏感度非常的高 他說沒有民國 你國民黨是不敢講民國 你看他要規定 如果按照沈大佬的說法的話 以後這種書信往來也要規定 一開始要怎麼講 最後要講民國 然後結果 他們自己怎麼樣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海基會 那個時候已經是 民進黨政府執政了 海基會因為對岸 然後發生了酒菜溝的震災 發了一個信給他們 你看他怎麼寫 他說本會僅代表 我方表達關切 連我國都不敢講 我方 我方到底是方是什麼 方丈還是什麼 下面 跨湖圈起來8月9日 哪一年都不知道 對 哪一年都不知道 他為什麼會連 國民黨這樣寫都不敢 因為他怕國民黨講說 你不是也沒有民國 所以自己永遠都是雙重標準 當然沈大佬的講法是說 是因為民進黨咬著國民黨 因為你們是一中各表 所以你們才有講 我們可以不要講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陳菊在跟張志軍見面的時候 說我們中央政府馬總統 什麼 這件事情被民進黨拿來炫耀 他們最近的講法是什麼 你看連我們陳菊碰到了 張志軍都敢講 中央政府馬總統 韓國瑜你敢講嗎 他用這個來 他有講蔡總統 蔡總統 所以你就知道 民進黨其實他是重視 有沒有講的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他們不重視 這個是簡單講一下 但是總結回過台 要打韓國瑜 韓市長可以 但是用新典招勢 也不要用這些邏輯不通招勢 回過頭來講 為什麼我們國民黨 現在要趕快大大方方的徵召 韓市長 韓國瑜 不是國民黨 這是朱立倫的要求 對 我不會主張這樣子 我也是主張這樣 為什麼 你怎麼可以主張 你發言人而已 我也是黨員 你傳達主席的意思嗎 不是 我黨員 他代表他自己 他是新北市議員 我們基層的也主張這樣 他跟朱立倫的關係比較密 沒有 基層黨員 可以說你代表朱立倫發言嗎 核心目瞭 沒有 他就這樣講 我也不需要代表他發言 我們基層黨員 為什麼主張趕快徵召 為什麼 因為徵召跟初選 畢竟是不一樣的制度 我講一下什麼叫徵召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候選人 很喜歡掛看板 我是中國國民黨徵召 如果他是徵召 他一定會講徵召 為什麼 因為徵召代表 我是國民黨需要我 我才出來 我出來救黨的 我是實力大於黨的 有種尊榮感 真的是尊榮感 如果是初選的話 我經過初選 被提名出來 我會打什麼呢 我是中國國民黨提名 徵召跟提名的差別 我相信沈大棚應該很清楚 徵召就是比較厲害 提名就是 上次跟下次的差別 沒有那麼大 但是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所以你如果要搞一個 徵召式的初選 我認為真的會破壞團結 我覺得如果說大家真的認為 韓國瑜還是這樣 應該是唯一的人選 就用徵召 馬上徵召他提名 帶有國民黨參選 不要搞徵召式的初選 為什麼 徵召加提名 就是直接徵召他提名 就是直接把他變成候選人 不要徵召他來領表 再去跟朱立倫 王金平 孫大謙 羅志強 進行初選 不用這個階段 就直接 為什麼 第一個 徵召可以讓時辰快一點 如果徵召的話 他們談完之後 4月確定了 時辰就已經確定了 民進黨公布 國民黨隨時公布 隨時公布 大家精軍整武對不對 就是馬上開始往前衝 怎麼會往前衝 兩軍對戰 你們準備好了 我們也準備好了 大家不要再有紛爭 時間越快越好 畢竟我們這次是在野黨 不是執政黨 四年前我們那時候是執政黨 但是沒有人選 所以拖到很後面 這次不一樣 這次人選很多 而且有那麼強的韓國瑜 趕快確定 全黨幫助他 朱立倫也幫助他 王金平也幫助他 絕對會贏 這是第一個時程上 第二個 對團結也有幫助 我們來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不直接 徵召韓市長 我們搞一個徵召式的初選 好 既然是初選 那是不是別人也要來參加 朱立倫也來參加了 王金平也來參加了 結果我跟賴老師兩個去參加 我們兩個都 我們要報名 然後我們要連署 然後我們要交保證金 然後我們好不容易去 爭取人家支持 委員從天而降 他是徵召的 然後他跟我們一起競爭 如果我是黨員 我是一般民眾 我們會認為誰才是嫡系 誰才是正統 誰才是黨署役的人選 當然是委員 所以我們兩個在 參選過程當中就不公平了 所以徵召不用保證金 徵召出選 徵召就不用 完全沒有這些 完全沒有出選程序 進入出選就要繳了 我現在講的是徵召式的出選 沒有錯 單純徵召就沒有出選 他現在解釋 如果是所謂的徵召出選 會出現什麼狀況 對 就是單純徵召就沒有出選 然後如果徵召式的出選 徵召他來參加出選的狀況 就是我們兩個程序 難道他不用連署嗎 他不用走嗎 他被徵召來出選 党幫他連署 党幫他出保證金 徵召什麼就不用 就他出來選什麼都不需要 都不用 沒有 他幫他領表 幫他領表 幫他連署 也不用繳錢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直要去競爭這樣 然後最後我們兩個 輸給了委員了 我們兩個就覺得曾孝偉 明明就已經是他了 然後我們兩個在幹嘛 我們兩個在幹嘛 出來打知名度的 所以一個是朱立倫 一個是王近平 我們是出來跟大家握手 我也王近平好了 就這樣 所以你說王院長 不會 如果徵召出選一旦啟動 其他人不要參加就好了 所以 所以同額競選 就等於是徵召不就好了嗎 其他人不可能不參加 你就講出一個關鍵點你知道嗎 關鍵點是什麼 關鍵點就是 當吳主席提出了徵召式初選 就是要讓朱立倫 王近平很難做人 所有的人都在想說 你還不退 你看黨都已經要徵召 韓國瑜你還不退 王近平你還不退 他們兩個現在變成 講什麼都不對 前兩天朱立倫 朱市長在臉書 因為我參加初選 我總是要發表我的兩岸政見 我講了一個 我要簽兩岸和平宣言 永久宣言 結果網友全部在下面留言 你還是不要參加好了 你還是讓韓國瑜出來好了 我規規矩矩的 透過制度來參加初選 為什麼你們要罵我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動 我到底要不要動 我該怎麼辦 對不對 然後你不是 這些也不是只有朱立倫問題 王院長 老好人 現在話講越來越硬 長者不仁 又可不易 什麼時候一個僑王 就是以和為貴的人 盡量讓大家不要吵架的人 自己會講出這麼 讓人家難堪的話 他現在不知道怎麼僑了 對 所以有點肌肉 他沒有講緊張者是誰 沒有在講 所以大家猜 年紀比較大都被罵到 然後前兩天在澎湖 不排除參選到底 所以我們如果要搞 參選式的徵招 不是 徵招式的初選 然後搞得很久很久很久 就會刷出我剛剛那個情況 你第一個 你讓參加的人裡外不是人 每個人都一定叫他們退 不退都是他們的錯 到時候如果公平場沒有贏 就你們兩個問題 然後他們也不會服 不會服的話 會不會參選到底 然後再來 因為朱市長我個人認為 他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已經講了 只要是徵招韓國瑜 他全力支持 或韓國瑜出現 他全力支持 可是朱市長的支持者 對不對 像我常常我就也有接到電話 我每次只要有在節目上 稍微有評論一下制度 我常常就會接到電話 我跟你講 我們全家六票 都是只會投給韓國瑜 國民黨派別人出來 我都不會投 就是說檯面上很和諧 我跟賴老師有競爭 我們兩個好朋友 可是我的支持者 跟賴老師支持者 兩個罵來罵去 紛爭 到時候不管是韓市長出來 朱市長出來 王養出來 其實國民黨已經元氣大傷了 然後再一個就是 假設我們的制度 一定要拖到那麼後面 外界觀感 現在 大家有沒有覺得民進黨 當賴清德說要參選的時候 他們的主席出來 呼籲大家自治 不要過度表態 我們民進黨團結 我們堅持台灣價值 台灣的價值 就靠我們民進黨講的這樣子 讓大家覺得 還是很有紀律 可是國民黨人家就會覺得 國民黨就是正常 就是亂 國民黨就是這樣 內鬥內行 外鬥外行 中間現在不是只有藍綠 現在中間選民很大一塊 當中間選民看到 對 中間選民 民進黨不怎麼樣 但是也滿團結的 國民黨亂成這樣 兩黨一樣 我們就來選一個無色力量 誰賺到 柯文哲賺到了 所以我 柯文哲白色 白色 無色選擇 白色 所以我這樣講下來 不是賴葉謙 那你出來選 賴老師 我幫你連鎖 你要害我 所以我這樣講下來 大家就很清楚了 到底是要徵招 我剛剛上座劇佳 應該大家都了解 他剛剛演得非常認真 他目前講得非常的務實 而且就是講出 目前國民黨最大的一個困境 特別是對這兩大太陽而言 的確就是像原資所提到的 而且葉祥夢都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會發生像這樣子的事情 為什麼在民進黨 4月17號 18號就可以推出 他們的候選人 然後馬上迎接 這個2020的大選項的時候 國民黨還搞不定 我們整個的初選 到底是要用徵兆是初選 徵兆是領表 還是直接徵兆 或者就是完全回歸到 三七制的所謂的 初選遊戲規則 我們現在還是莫衷一試 因為每一次我們只要是 主席一出來人家一賭麥 可能我想主席 其實人家一問他 當然就會有新的一個做法 他這新的講法一出來 面對於兩個已經表態 要參選的人來說的話 當然會覺得心裡不舒服 因為他們所認知的 每一天都在做一些的改變 所以剛剛源氏已經非常 非常活靈活現的呈現出 大家的一些的一個焦慮 我真的必須要說 要他們這個韓家人全部來 還有加上一句 要韓兵選立委 你都還沒有說 所以韓家班什麼都已經把 所有的職位都在手 這一聽當然就是所謂的 惡意的一個破壞 以韓國瑜我真的必須要說 大家接觸過他的人都會知道 國民黨幫他做很多的 撲梗的動作 你說韓國瑜會覺得 他就會應該這樣被拱得出來嗎 韓國瑜的個性也不是這樣 他是一個不希望 給人家增加麻煩的事情 只是他目前 我想他們家只有四口人 五口人 衣服大概也不會太多 可是每個人叫他們去洗衣服 從韓國瑜洗到李嘉芬 大概也沒有 大概也沒有那麼衣服都可以洗 所以他們必須要趕快買個洗衣機 才有辦法好好的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很簡單 我還是強調 我們過去可能我們的初選 還有一段時間可以來做一些討論 但是民進黨已經4月17號 要派出他們的候選人 國民黨在這個時間點上 一定要開始做一些的 彈性的一個調整 但是問題就是卡在 如果今天你叫韓國瑜 這個時候就給他直接徵招 不管是對他目前在高雄的政績 或者是對高雄的選民 還有包括我們其他兩位人士來說 那個時間的急迫點 其實會讓他有一些的質疑 當然你如果說是7月的話 韓國瑜已經做到一個程度了 那個時候整個時間 整個氛圍的配合來說的話來處理 但是問題是目前時間點上 不允許我們可以到6 7月 所以說朱立倫 我覺得表達非常的清楚了 你知道投入初選 如果說你這一刀斃命就算了 你這樣事實上最可怕是什麼 就臨時自死 我都不曉得未來在哪裡 我也不曉得改變是什麼 我每天就在等待在那個地方 如果說你今天告訴我 就大大方方的徵招 我還有我其他的人生規劃 我可以好好的去做 你現在去也不是不是 所以朱市長現在目前 只在牛棚裡面練頭 什麼時候上去 他也不知道搞不好 他一練的話就有人問他說 那你怎麼不趕快退場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他剛剛有提到了 我的臉書裡面也常常會被 也會被這樣的存疑嗎 你當初就是誰提名你的 你今天就在幫他講話 其實不是 我們都是為國民黨能夠勝選 來做出最周圓的一個考量 我想包括韓國瑜也是 所以說他目前的一個策略 這個到底是如何 我想應該從美國回來之後 就應該會有比較清楚的一個答案 總而言之 我只覺得徵招以目前的民調 再加韓國瑜 4月要去所謂的美國 然後5 6月 他的聲勢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下降 因為他的話題一直都有 所以說你如果用民調 不管3G或什麼民調 他一定是贏的 這個原則之下面 是不是說直接徵招 就是一個最解決大家的一個方式 目前唯一需要解決就是王院長 王院長的這個層面當中裡面 他的確準備也很久 而且三雙也是他的知慾恩人 這樣子的一個情緒 還有王院長 他如何來看待這個狀況 我覺得這一位 我們敬愛的 很會喬的王院長的一個情緒 主席可能不斷的 要去跟他溝通之外 我覺得主席還是等 韓市長回來之後 好好的請他 是否對於大家期待他出來 給大家一個明確的一個答案 你如果真的沒有 要洗衣服才有辦法去想的話 我們給你一個洗衣機 你都不要去想 按一個鈕 你就知道該怎麼辦 國民黨高層應該把這樣子的 幫他做好決定 這些其他的問題 把障礙排除 把他排除 而不是給他一個 好像我們所有的撲梗都為了你 我不覺得韓國瑜 會希望人家為他做這麼事 他本身要出來 基本上面就是身而無敵 只是你這麼多紛紛擾擾 包括這些放話 對他來說都不是 而且黨政人士 這四個字一定一聽 就非國民黨之人好不好 非國民黨之人 質疑媒體的報導 起碼不是 對於國民黨團結凝聚裡面 很想看到 我不覺得 他不會放出這種話 這完全是沒有make sense的 到訪問